小时候的童话梦 眼睛动得像同龄 我只有一只耳朵了 我们再唱一下 米老鼠的主题歌这回 没人会啊 长大后的公主病 我爹是三姓 人家叫我说三三姓 大学明年十八 今晚80后做搞笑 粉宝宝来了 你又算什么宝宝了 你心里苦 我就是你的支付宝呀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群人夜夜祈祷 他们能够成为 今晚80后脱口秀的 现场观众 魔法的水晶球 马上就要开启 我就让他们梦想成真 是的 这就是魔法 我就是拥有淘宝爆款 水晶球的魔法级的主持人 百克力 当然有了童话 没有音乐 怎么能行 让我们欢迎DJ 让我们再欢迎生活在童话世界 去一夜长大的 淡淡建国池子斯文 童话 马上就要开始了 欢迎王自建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请坐 谢谢大家 欢迎来到 9万80后脱口秀 我是王自建 谢谢大家 谢谢 首先要分享几个特别奇葩的新闻 前阵子对夫妇呢 担任下了一个宝宝 然后带着宝宝的出生证明 到派出所去上户口的时候 民警同志惊奇地发现 孩子既不姓父亲的徐 也不姓母亲的杨 而姓林 很多人这个时候一定懵了 对吧 我相信民警同志当时也是懵的 虽然没有欠 看到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时的场景 对吧 民警同志在那坐着 麻烦您给孩子上户口 哦 爸爸姓徐 妈妈姓杨 孩子姓 我懂了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 因为啊 我们孩子出生之后呢 我们找个大师算过命的 孩子呢五行缺木 刚好就把姓改成林了 你明白吧 请查 哦 好好好 对对 你说的对 以后跟谁都这么说啊 就是妈妈解释不下去了 只有爸爸过来了 哎呦 民警同志我跟你说啊 真的啊 真的是这样 大师算过的 缺木所以改成林 知道吧 不是因为别的 你就给我填上吧 好不好 民警同志看着他 哎呦 你们两夫妻也太迷信了 这对父母 简直干得莫名其妙嘛 是吧 我们先不说封建迷信的问题啊 五行缺木 你就把它名字换了嘛 比如你爸爸姓 我们叫徐森林多好 对吧 叫徐天目 是不是都可以啊 没问题嘛 你想浇水 对吧 人家五行缺水 也没改姓 苗对吧 姓苗 你姓苗好吗 苗浇水 不过说到这里呢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 是6月16号 6月16号是一个 什么样的日子呢 各位 迪士尼开园 对不对 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呢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当然对于很多大人来说 同样也是好消息 因为现在那么多大人 喜欢把自己装成小孩 刚刚过去的6月16号节 不知道有多少三四十岁的人 都跟着过了 对不对 反正有我 很多人 迪士尼一开园之后 就真的变成小孩子了 就特别高兴 比如说 有的人在迪士尼那块 聚业业的时候去玩 排队 然后跟我们说 迪士尼啊 真的特别好 排队啊 只要排50分钟 就能排到一个项目 我们就疯了 对吧 排队要排50分钟 才能排到一个项目 后来想想 迪士尼呢 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事物 美好的事物呢 都是值得等待的 全世界所有美好的事物 都是相通的 比如说我们节目 你需要等上一个礼拜 才能看45分钟 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 可我们节目免费的 对不对 迪士尼门票多贵 我们节目又不要值 别给他 别给他 重录一下 按住 我们来重录一下 这个很多美好的事物 都是相通的 对不对 在迪士尼 你等50分钟 玩3分钟 就很美好 我们节目也是一样的 你需要等上一个礼拜 才能看45分钟的节目 而且这45分钟的节目里 还有好多好多广告 对不对 观众朋友们 网上没有广告 我盯着一下 优酷土豆真的 我告诉你们 以前还好在 要不再重录一下吧 再重录一下 这个 很多美好的事物 都是相通的 比如说 比如说迪士尼 你在那等50分钟 才能玩3分钟的项目 但是很美好 我们节目也是一样的 对吧 你等上一个礼拜 就能看45分钟了 很美好 而且这40分钟里 还有很多很多广告 而且就是没有广告的时候 这45分钟里面 还有一半的时间 要看这四个人 好了 无论如何 借着迪士尼开园的这阵东风 又到了6月份 每个人都当自己是儿童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我们这群长不大的80后 为什么一直说 我还是个孩子呢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欢迎回来 今晚80后动作秀 我是王思健 谢谢大家 谢谢 那么现在正在收看电视的各位观众 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微信的摇一摇 摇电视功能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话题讨论 就有机会获得节目组花钱购买的游戏充值理券 这样的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刚刚我们也说了 迪士尼已经正式地开始营业了 很多人都去玩 像我们导演组的那个导演 女导演乐乐也去了 之前说要排队排50分钟的那个人就是她 回来跟我们说 只要排50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每个人都不理解 对吧 排50分钟 你觉得这个时间很短吗 乐乐说 我刚开始也觉得排的时间很长的 但是后来人家迪士尼的工作人员 跟我一解释 我就觉得可以接受了 我说那人家是怎么解释的呢 人家说了 你看啊 你在上海住 来这里玩呢 只等50分钟 你就是如果不来这里玩 你想玩同样一个项目 如果去香港的话 起码要坐两个多小时的飞机 听上去好像挺有道理的 是吧 但是50分钟等待时间也很长了呀 于是这个工作人员就继续解释 你想想啊 女士50分钟不长了 谁来迪士尼玩 不得拍自拍 如果你要拍自拍的话 你就得用很长的时间 在若干自拍里面 挑出9张发朋友圈 这9张照片 你还都得通通修过图 你仔细想想 50分钟已经很紧张了 但是这个时候 很多没去过迪士尼的人就会说 修图有什么时间紧张的呢 我们修图那都是一件就修好了 对不对 一件美颜 你就9张图片 要修多长时间呢 这一看就是没去过迪士尼的人 说出来的话 因为如果在迪士尼 你想修出这样一张照片的话 是真的需要50分钟以上的时间的 因为这张图的原图 是这个样子的 这还不是很夸张 迪士尼里面的人一定是这样的五倍 对吧 而且那些人 每个人也都是这样的姿势 我们这样说迪士尼 迪士尼有一个规定 这个规定非常逗 叫12岁以上的游客 不得Cosplay动漫人物进去玩 这个你想想也挺好理解的 比如说你是在迪士尼工作 扮米老鼠的一个人 你看到一个游客刚想过去 跟他互动跟他玩 发现他也是米老鼠 你就尴尬了对吧 你不知道这应该怎么办呀 正在这个时候 旁边的人议论起来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平顶山真假米老鼠 对不对 这个太厉害了 你分得清楚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假的吗 无难能分得出来了 分不出来的 这两个哪个是真的 这会儿旁边还有小朋友 在出主意是吧 快去请如来佛祖 那当然如果你真的穿成 米老鼠的样子 在里面参与的话 也不好管理 因为一旦你穿成 迪士尼的这个动漫人物的形象 又在里面做了一些 不文明的行为的话 你想现在人人都有手机了 拿起来就拍你哦 我跟你讲 你干的那些事 就全会栽赃到迪士尼身上去 对不对 你想想 有人看到 拍到一个米老鼠 他一拍 说拍到迪士尼员工竟然插队 对吧 迪士尼员工竟然在墙上面 写自己的名字 然后还拍了一个 感动死了 迪士尼员工竟然在路边 给儿童把尿 那当然如果你强烈地要求 自己一定要穿得像动漫人物一样地进去的话 其实会造成很多很多的困扰 比如说一堆迪士尼的粉丝 几对情侣 相约着一起去迪士尼玩 其中有一对情侣呢 男的就扮成美女与野兽里面那个野兽 女的呢 扮成了白雪公主 对吧 两个人就在里面亲亲密密地 在里面游园 就被小朋友看到了 看到会怎么办呢 肯定是上去骂那个白雪公主嘛 你不要脸 你勾引别人老公 破坏别人家庭 对不对 那个白雪公主也很无辜的嘛 是吧 只能不踩这个小孩就走掉了 小孩一看 这两个不踩我 于是在迪士尼里到处找 终于找到了贝尔 看到贝尔正在跟别的小朋友正在合影 这个小朋友就冲过去了 贝尔阿姨 你还有心思照相啊 你老公跟狐狸精跑了 那当然有的时候呢 孩子长大的那一天都会知道 童话世界里的事都是假的 我小的时候呢 也是相信你童话都是真的的 每个人都是一样了 有一次我小的时候 我对妈妈撒了谎 然后妈妈就问我 说王思健你为什么要撒谎 你做错事情妈妈都可以原谅你 但是如果你撒谎的话 妈妈一定会打你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哭了 我说妈妈我是那个 我是因为看了比诺曹的故事 然后我觉得我鼻子太矮了 我想要一个高脾梁 我就撒谎 希望鼻子能变长 我一哭 我妈妈立刻就被我融化了 对吧 抱着我 宝贝别哭了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以后不能撒谎了 好不好 我以后再也不撒谎了 事实上 谁不知道皮诺曹是假的 大家有没有发觉 其实咱们小的时候 看过的很多动画片都超级诡异 比如说最诡异的一个 叫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我从小看的时候就觉得 似乎又哪里不对 但是小的时候又不懂事了 长大以后一想 我就不信小头爸爸 没有动过去骗DNA的这个念头 那天我们在办公室里还聊这个事 我表明了我的观点之后 建国就站出来说 哎呀王哥你看你 动画片里挺美好一个事 你干嘛非得想得那么复杂呢 我说建国不是这样的 怎么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现在长这个样 你一米八七 对吧 将近三百斤 你是这样一个人 如果将来你的儿子长大成人了 对吧 一米七五 然后不到一百斤 你怎么想 王建国思考了一下 脸色骤变 立刻拿起电话 往家里打了个电话 喂 爸 我问你个事 你可得跟我说实话呀 童话故事 有的时候真的 就特别荒谬 我们小的时候都看过 这样一个动画片 叫《拔萝卜的故事》 小儿叔也有 对吧 老爷爷拔一个大萝卜 拔不出来 那就叫老奶奶来帮忙 老奶奶叫了小姑娘 小姑娘找了小黄狗 小黄狗找了小花猫 小花猫找来了小老鼠 一起拔这个萝卜 对吧 这个故事啊 我觉得发展到这里 萝卜能不能拔出来 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小花猫 已经有的吃了 我从小看的时候 觉得特别特别诡异 小花猫到底是用什么方法 把小老鼠弄来的呢 小老鼠怎么会跑来帮助它呢 我们那个时候的小朋友 根本没有人能理解 它是怎么找来的小老鼠 但是现在小朋友 每个人都知道 小老鼠是怎么被小花猫找来的 一定是用订三APP交来的 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总会问 爸爸妈妈我是从哪来的呀 通常给我们的理由就是捡来的 对吧 我妈还特意编了一个特别长 特别真实的故事 说是她跟我爸结婚的时候 出去旅行 然后去黄山玩 然后黄山 怎么着一个树底下发现落物 就是这么大 然后装在一个小瓶里就把我装回来 然后我从小就跟别人讲 然后其他大人都说我是试管婴儿 那当然长大之后 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了 而我们这代人长大之后 现在我们通常跟小孩怎么说呢 说你是充话费送 这很明显就没有小时候 爸爸妈妈说 捡来的这个谎言圆满 现在小孩又聪明 对吧 他们就会提出很多很多疑问 比如说你现在跟小孩说 妈妈我身哪来的呀 你是充话费送的 孩子就会跟妈妈说 妈妈你怎么那么扣呀 你为什么不多充一点 给我多充出来个弟弟啊 妹妹之类的给我玩呢 然后妈妈就得想第二个谎言 去跟孩子解释 说哎呀宝贝你不知道 那个时候啊 国家有这个计划充值政策 就是一个家庭不好充太多 知道吧 只好冲一个孩子 孩子懵懵懂懂懂的信了 直到前阵子 开放二孩阵子这么一出台 孩子们纷纷活动心眼 跑到电信营业厅去问 对吧 哎呀宝啊 问一下 现在充话费还送我了 问完之后回学校以后 这帮小学生还一起交流 对吧 哦你知道吗 现在充话费不送小孩了 我晓得对呀 现在都送手机 对点难怪爸爸妈妈们们在家里只玩手机 都不玩我 那就是他们的新孩子 我们80后的代人呢 从小就没有iPad 没有智能手机 我们获得所有的这些启蒙 都是通过电视机 小的时候只要看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 一闭眼一歪头冲过去 电视屏幕就黑了 如果电视屏幕胆感不黑 眼睛也就被捂住了 对吧 后来好一点 就是冲过去之后 就是那么一抱 那么一戒位 然后往床上一躺就黑掉了 对吧 然后就一日清晨 什么之类的 小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吧 王建国第一次交到女朋友的时候 跟女朋友发展到一定情况下了 两个人过去 啪抱住女朋友 亲完就往地上摁 女朋友敢都不敢言的 跟着就倒下去了 你倒就倒吧 什么都不干 对不对 然后女朋友都疯了 说建国你把我推倒之后 你干嘛 你什么都不干嘛 我们在这儿等什么 一会儿就天亮了 小时候呢 我们的父母总教育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跟同龄人攀比 实际上我们看看他们 他们才是最爱攀比的那群人 年纪越大越爱攀比 现在爸爸妈妈们都退休了 没事在家就干嘛呢 拿个iPad 拿电脑 就玩个网络斗地主什么的 那天我妈就跟两个阿姨 在QQ游戏平台上面斗地主 她说这帮老太太斗地主不好好斗 就在那儿聊天 知道吧 每个人都是语音 突然张阿姨就说了 哎呀 现在的孩子不听话呀 这回过年啊 我儿子回来 才放几天假 给我买了十几身衣裳 哎呀 真是让人不省心 不知道省钱 然后李阿姨又说话了 可不是嘛 现在的小孩啊 话前不眨眼的 前阵子嘛 我儿子刚刚给我买了一套 两百多平米的房子 哎呦 房子啊 大呀 空荡荡的 我们老两口子住在里面啊 搞卫生 搞一次卫生 要三个多小时 还得请四个阿姨来帮忙搞 哎呀 真的是孩子不听话呀 哎 王大姐问我妈妈 王大姐 你家孩子帮你买什么啦 我妈当时就没好气地在听着 听到这儿我妈灵机一动 哦 跟你们比不了 我们家孩子没给我买什么 却给我买了个QQ会员 说完话就把那两个人踢了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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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公职礼券这样的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现在很多人喜欢说一些 哎呀 很萌的话 尤其很多就三四十岁的人 还在这样弄 来不来就什么 吓死宝宝了 你觉得这话真的有意思吗 这种说法在我们东北 就根本没有 是吧 建国 东北人是不这么说话的 东北人说起来要霸气得多 同样一句话 东北人说起来就是 吓死你爹了 那天呢 我在逛商场的时候 就看到一对情侣 两个情侣就是那种 没事就喜欢管自己叫宝宝的那种人 两个人在那边 女的看上一件裙子 然后就让男朋友给她买 她说 哎呀 宝宝喜欢这个裙子 宝宝就要吗 宝宝就要吗 男的很无奈嘛 你这么大年 你算什么宝宝呀 女的说 我是你的充电宝呀 你为什么是我的充电宝呀 我就是让你的事业发展 保持原动力的那个宝宝 你的充电宝 明白了吗 然后听到这里不买也不行了 就过去买了衣服 一看价格特别贵 然后付钱的时候刷卡 哎呀 宝宝心里苦啊 女朋友一听也不高兴了吗 哎哎哎 你又算什么宝宝了 你心里苦 我就是你的支付宝呀 当然朋友圈还流行 测心里年龄 无数心里年龄小的人 都会急于转发 然后啊 宝宝原来才这么大 对吧 王建国就特别热爱玩这种游戏 玩到现在 年龄最年轻的一次是48岁 前阵子淡淡又给他发了一个 王建国一测下来18 高兴坏了到处转发 发朋友圈分享 然后截图 微博到处发 所以我们至今都没好意思告诉他 那个测的是智商 说到心里年龄呢 前不久的六一儿童节 我们也特意地走上街头 问了问 这样一批宝宝 他们的心里年龄到底是多大 您觉得你的心里年龄是多少岁 我心里年龄很年轻的 只有18岁 最多不超过35岁 只有30岁 只有30岁 对啊 心里年龄有时候很大 有时候很小 在我心里年龄呢 我只有3岁 那么我姓张 人家叫我说张3岁 像我小一点的小孩 我跟他们说 来呀 我给你们比赛啦 我们去跑步啊 帮我折折 抢东西吃 她吃多少 我也要吃多少 你们觉得自己老吗 不老 她说你老 不老啊 我是不老的女神 你们觉得你吃 这是心里面 心里面 亲爱的 你也吃吧 没事吧 翠景 再见 再见 对于这些大儿童们 深受其害的 85后已婚少女思文 有话要说 刚刚看到这个视频啊 里面那些叔叔阿姨 真的心态都特别好 对吧 说自己心里年龄是 三岁 五岁 十八岁 但是我觉得啊 你说真正的十几岁的少女 她是不会像他们一样 去逼我们这些二十几岁的人 去做这做那 对吧 你不可能一个十几岁的人 你一边戴着红领巾 一边卖萌 一边跟你说 我今年十八岁 你还没有结婚买房送孩子来 真的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父母 就老年人这一辈 他们也是很幼稚的 比方说我妈 我妈最近呢 就迷上了直销 而且我妈很久没有联系我 有一天突然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我还挺紧张的 打开一看 我妈跟我说 想让你的皮肤又把又亮吗 就我不知道怎么回她 后来我想那我就学她吧 我就给她回 想让你的孩子成为全家人的骄傲吗 快给她在上海买套房子吧 然后我妈也很机智啊 我妈过了很久过回 孩子的皮肤又把又亮 才是我最大的骄傲 真的 而且我爸也很幼稚 真的 如果你小时候啊 你的父母特别喜欢带你去游乐场 不一定说明他多么爱你 但他有可能是在自己想玩 我爸就是这样 我爸带我去游乐场 我说 哎呀爸我累死了 咱回家好不好 我还说急傻 小火车还没坐呢 你要是想回家 你先在这儿等着爸爸啊 那当然我现在长大了 我爸再也没有借口去游乐场了 所以你们现在应该知道 为什么父母都会逼你们生孩子了吧 不光是父母啊 其实男人也是很幼稚的 他们都特别喜欢看球 对吧 就我特别不理解这些男人 你说你成天都不运动 就喜欢看别人运动 而且你看别人运动的时候 还要穿上别人的队服 就是我爸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啤酒肚 穿上别人的队服 沙发里面一窝 哎呀 这个前锋体能不行啊 连个腹肌都没有 而且我觉得就是男人的幼稚啊 不光体现在这里 而且男人我觉得他们在家里 跟在外面 往往是两副面孔 就是在外面男人一般 比如他想喝啤酒 他会很拽 他跟你说 去给我买瓶啤酒 但他在家里 他就不敢这样说 在家里他一般都是这样 老婆 想喝点啤酒好不好嘛 对吧 王老师 很多女人都会觉得男人很幼稚 但是我觉得女人这样觉得 这样想他是有原因的 主要呢 就是因为你不够帅 真的 你想想 如果王建国跑过来跟你说 今天六一儿童节 我俩一起过呗 你为什么想 真幼稚 但如果是宋忠基跑来 邀请你过儿童节 哇 好可爱啊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斯文 如果长得巧就会被别人认为是幼稚的话 那么我想 接下来被采访到的这些人 要说一句不好意思 我们导演组对不起你 但是VCR还是得放 你觉得你男朋友的心理年龄 你觉得你男朋友的心理年龄有几岁 六岁 四六岁 七岁 有这么年轻吗 请问 你觉得你男朋友做过什么幼稚的事情吗 总会为一点小事跟我吵架 因为真的自己是常浩男啊 古惑仔啊 想吃肉的时候会学狗叫 在家的时候自称自己是宝宝 开心的时候会叫我妈妈 然后有时候会吃完大蒜 朝我脸上喷那个蒜味 就收拾了它 之前有一次在大街上散步嘛 我旁边也有一个女孩子 她拉到我旁边的女孩子跑了 而且还跑到老长一段了 那只只是食物 那只只是食物 打游戏吧 她特别喜欢打英雄联盟 没没业的打 别的男生都很爱玩那种 露啊露啊什么的游戏 她很爱玩贪吃死 有一次竟然玩到凌晨三点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 我们全栏目组最幼稚 同时也是最丑的王建国 好 大家好 我看完这个视频 我觉得真的 现在的姑娘们都疯了 你好 我想问问 就刚才有一个姑娘啊 说自己的男朋友很幼稚 总觉得自己是 古惑仔陈浩南 总因为一点小事 跟这个姑娘争吵 我想问问这个姑娘 你什么时候见过陈浩南 因为小事跟人吵吵了 你陈浩南拿起电话来 喂 山鸡 你昨天晚上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你昨晚上睡觉之前 为什么没有跟我说晚安 我亲眼看到 你跟我们社团的 小古惑仔一起出去了 你告诉我 你们到底看什么去了 你跟我说起 哦 你把他砍死了 而且很多女孩子说起自己男朋友的心理年龄 一脸鄙视 就说妈 六岁十六岁呢 那你年轻男孩 那不可不就得幼稚点吗 怎么的一个老爷们就非得越成熟越好了 我老爷心理年龄一百零二 我介绍给你们 所有的女孩说到男朋友打游戏 都觉得深恶痛绝 我们打游戏 打游戏怎么了 打游戏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游戏 那是因为跟游戏世界相比 现实世界实在是太残酷了 你在游戏世界里 那你就没有那些纠纷 没有勾心斗角 什么拍老板马屁啊 什么打同事小报告啊 什么都没有 真的 你进了游戏 你就端起枪来 就是咔咔一顿干 而且游戏世界 也不光只有打打杀杀呀 你可以上网斗地主嘛 你说你在现实生活中斗地主 那就算赌博 你就上网玩 警察根本管都不管你 你什么时候见过新闻 是这么爆的 近日警方破获了一起 特大网络赌博案件 涉案金额高达 一千两百多万个 那个欢乐豆 而且打游戏多省钱 你说游戏点卡 一个小时六毛钱 加上电费也不到一块 又省生活费 你想你都打游戏了 你要什么生活 对不对 我这一天一顿泡面你 我就打游戏 你一个月给我五百块钱 我活得你们谁都好 而且你仔细想想 打游戏最了不起的是什么 它就是打游戏 能让一个人坚强 你真的你游戏 重度上演了之后 你爹妈打你妈 你甚至跟你断绝关系 你干嘛就不在乎 真的甚至于 你沉迷游戏的时候 你女朋友离开你 你干嘛就不往心里去 所以我为什么 跟大家说这些 就是用我的亲身经历 告诉大家 现在远离游戏 可能还来得及 谢谢大家 我是王建国 但是只有男人幼稚吗 女人就不幼稚吗 让我们来看看 男人心目中的女人 有多幼稚 你觉得你女朋友的心理年龄 有多少 大概就四一二十岁 这个样子了 四五岁 十二 我觉得我女朋友挺成熟的 二十三吧 二十二 有时候会突然降到十八 看他这就二十四五了吧 但他年纪二十二 二十二 你觉得女朋友做过什么 幼稚的事情吗 特别特别爱吃 而且每次看到别人吃什么东西 一定要吃的 有一次别人吃什么东西 他要是不给他买的话 就咬我 这次还算亲的词 掐一下 这么大一个人 每天让我叫他宝宝 你见过这么大的宝宝吗 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 他会把脚拿过来说 你吃吗 哪有 因为我本来在他面前 表现就像小孩子一样 所以我会感到他幼稚 求我去带他去吃东西的时候 他会发那个可怜的那个表情 卢丽发小可爱 妞妞妞妞妞 妞妞妞妞 妞妞妞 真是太恶心了 妞妞妞妞 我觉得他们这个卖萌啊 幼稚我都能接受 我们问你问题 你就好好回答 你秀什么恩爱 还吃饺 这顿观众也来到了 现场你表演一个吃脚 来我看看 你吃啊 不过这个女孩子 卖萌啊 说个可爱 心里年龄小 这些都可以理解啊 女生嘛 但是男生这样做 就很恶心了 比如王建国 他真的很幼稚 他这个 在六一的时候 就是很多人都会这样 一把年纪了 戴个红领巾 穿个海浑衫 就像刚刚那些老阿姨一样 王建国就是 戴红领巾 海浑衫 那纹撑这么宽 我说你穿成这样 你不觉得恶心吗 王建国说 你懂啥 但是我就好像回到个小时候了 我说建国啊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你小时候人家少先队也没要你啊 全民卖萌 女孩子 特别明显 女孩子 比如说照相的时候 特别喜欢 嘟个嘴 是吧 女孩子嘛 特别可爱 对 说的就是女 这个全民卖萌 一种风潮 很多人好像现在这个 整个社会的心理年龄都偏低 在这个6月12童节的时候 支付宝有一个活动 就是把每个人的ID 后面加了个宝宝 是吧 这个应该 有一些人是喜欢的 也觉得挺可爱 我是比较反感 我就比较反感成年人 装什么可爱 而且他强迫感 你一个支付工具 你强迫改我ID干什么 而且你 儿童节 你就给我改个宝宝 父亲节咋没见 你给我改个爸爸呢 现在这个迪士尼开远了 刚之前也说了半天 这个也给了很多喜欢 装嫩 一把年纪 他觉得自己是宝宝的人 一个机会 斯文说 在适应业的时候 他就带着尺子 去了趟迪士尼 两个人准备工作 做得特别充分 在淘宝上 买吃的 买喝的 买各种米老鼠的 那个头菇啊 衣服啊 穿的带的 就这么说吧 他们俩在淘宝上买的 比迪士尼官方出的都多 背了好几包 去了 我看着我就说 你们干啥 你们进迪士尼 摆摊啊 跟着抢生意去 斯文说 你不懂 我们这个 这不是拿进去卖的 我们是拿进去摆好 拍照 再拿出来 放到淘宝上卖 这样价钱就上去了 宝贝剪记 高仿米奇头菇 在迪士尼开过光的 卖萌 真的是 父母也会这样 父母现在聊天 他们会用那个 微信的表情 一直都用那种 早晨好 往后一线切 转来转去 什么什么 但是现在我发现 不知道你们的爸骂 我爸 就是越来越 开始用那种 萌萌的表情 突然我半天不给他 发一个宝宝心里苦 还有那个小胖丫头 天天搞 哦 所以我有天 实在忍不了 我说 爸 你这都五十多了 能不能 别用这种表情 看着挺难受的 然后我爸说 我还以为 你们年轻人想 我也不爱用 我以后再也不用 好吧 不说了 都在酒里了 说完这句话以后 给我发了 这样的一个表情 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谢谢大家 我是李淡 当然李淡也说了 现在这个社会呢 人人都得了幼稚病 什么今年二十 明年十八 后年 后年你就五十了 醒一醒吧 对于这些人 我们再来看一个 那你平常会做一些 什么幼稚的事情 做阳宝杰操不摘眼镜呢 他在那边这样 做阳宝杰操 绝对有了 绝对有了 那不是班上大陆 就是这样做阳宝杰操 他喜欢花三八线 我就是那个三 他就是那个八 人家车上的那些罚单 我会贴到另外一个车上 就有些男生啊 经常会到 我那个客桌上 放那种情书什么东西 感觉很幼稚 丢都丢不完的那个 游戏常玩 就是阿鲁巴 你不知道阿鲁巴吗 来来来 阿鲁巴走走走这 干嘛 来来来 进进进进 你对阿鲁巴 会有什么感想吗 神清气爽 很想再来一发 再来一发 来来来 这些孩子的幼稚呢 是真幼稚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还是学生 对吧 没有走出过校园 但跟他们同龄 已经在社会上摸爬 滚大了十几年的池子 究竟会怎么看待 幼稚这个问题呢 我们游戏池子 刚才看了那段视频 我只想说阿鲁巴 现在孩子都怎么了 我看那个视频 我也有点感慨 对吧 我就是想到了 我年轻的时候 对吧 大概就是上个礼拜吧 我以前也是一个 很快乐 活泼开朗的孩子 但我现在真的成熟稳重 我都讨厌自己成熟的 这个嘴脸 我刚才看视频里 有一个小姑娘 说我很成熟 她给我写情书 我都扔都扔不完 我觉得你成熟是吧 对吧 等你哪天 你照片挂相亲角的时候 你就知道自己不成熟了 这句话也不光说给那个姑娘 也说给学生时代 拒绝过我的那28个女生 对 我就想用行动去告诉你们 对不对 就你们当初的选择 是对的 而且刚才说 不摘眼镜做眼帽健操 那有什么的 对不对 不摘眼镜算什么 你要知道做眼帽健操的时候 全班同学是闭着眼睛的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我小时候做眼帽健操的时候 我把我同桌桌子都搬走了 但是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做眼帽健操的时候 老师是不闭眼睛的 而且我觉得对吧 我可能 我们这个年龄幼稚一点还好 但是我觉得很多 我家长都特别幼稚 我妈都特别幼稚 就比如说我上小学第一天 我就犯错了嘛 然后回家 我妈就批评我 池子 你已经六岁了 你不是五岁了 妈多新鲜的 明年我还七岁呢 你只要让我活着 我一年长一岁 你怕不怕 还有我觉得很多老师也特别幼稚 比如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就特别爱闹 老师就是在你犯错之后 就让你站到全班 全校面前 你让你做师范 特别幼稚 有一次做早操 我就瞎做就玩嘛 就被老师看见了 老师吃的吃的 来来来你过来 你不会做吗 你去讲主席台上做 你给全校领操 我就那怎么办 我就上去嘛 然后记得那天 我们全校跳的是街舞 还有老师也很幼稚 就是我上课爱说话 老师就认为 他把我跟一个 不爱说话的同学 搁到一起 我就不说话了 他哪想得到 我把那哥们自闭症都治好了 我小时候确实是 爱说话呀真的 你经常爱说话 老师就会有个印象 就是全班的话 都是你说的 帮你只要一闹 就是池子 有一次上课 老师在黑板上 正写东西呢 背对着同学 底下又开始说话 特别乱 老师头都没回 池子你给我站起来 他说很冤枉啊 对吧 我气死我了 我踢一门我就进去了 老师我在外边呢 我小时候确实是爱说话 老师天天批评我 最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什么 池子你话这么多 你这么贫 你长大了 你就光嘴贫 你能挣钱吗 老师 我今天想告诉你 能 老师大家我是池子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欢迎回来 就王八六度 就我是王剑 谢谢大家 谢谢 刚才四位说的都非常好 只有池子那些 我听不太懂 毕竟有那么多代沟 而且我小时候是个好孩子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 还是吃脚的那对情侣 我不相信真的会吃脚 对吧 不然女孩子 今天也走不到这来 但是我觉得很有可能的是 吃脚指甲 是吧 你看 急于否认的都是真的 就只想问你一句 saiwa 当然我们说回来 今天是迪士尼开源了 其实我就总在想 如果我国的这些动漫人物 我们组织起来 做一个主题公园 都不用别的 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 想想就已经很梦幻了 对不对 首先天书奇谈 对不对 什么什么 大闹天宫 哪吒闹海 什么这个黑猫警长 葫芦娃 这等等等等 不胜美举 都是好看的动画片 对吧 把这些搁在一块 你想想 多经典 然后一进这个主题公园 首先是看到 一堆神秘马良 再给大家画像 然后一堆邋遢大王 在收垃圾 完了以后 服务员都是葫芦兄弟 你想吃冰棍的 就找水娃 对吧 想吃烤肠的 就找火娃 完了以后 一进园的时候 是一个黑猫警长 对不对 你往里 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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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光临 对不对 多带劲啊这个 然后往里面一走 就是那个黑猫警长的 主题音乐 对不对 是吧 几乎我们每个人都会唱 对吧 我们再唱一下 米老鼠的主题歌谁会 没人会啊 群众基础啊各位 我跟你说 在这里面啊 会比迪士尼那种梦幻感 更梦幻 治理那些不文明行为 更了不起了 对吧 你在大闹天宫主题区的时候 那块就写着 立着牌子啊 随地吐铒镇压五百年 你买完以后 往头上一带 然后你就得说 哎呀 我只要 我只要一 国际品质 华人配方 被引美冠军宝贝奶粉 与您相约 今晚八零后 脱口色 而且只要这个东西 在上海开了以后 周边都不用自己设计 对不对 就跑到迪士尼去买 买米老鼠那个头菇 米奇头菇买回来 掰成一半的卖 对不对 你买完以后 往头上一带 然后你就得说 哎呀 我只有一尺尔多了 国际品质 华人配方 被引美冠军宝贝奶粉 与您相约 今晚八零后脱口秀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脱口秀 这由你们正好 愿你们这夜过了一块 小白 今天的玩偶我得拿回家 我儿子又有新玩具 可以玩了 不过我们的人气嘉宾的玩偶 我得留下 咱们要交给焦水 下面我宣布 本期的人气嘉宾就是 蛋蛋 不是建国你是不是有病 花1600多 买个这个干嘛呀 王哥我跟你说 我买的就是脚垫吗 这是我的尊严 蛋蛋听完之后 立刻